为保活命女人竟然要毒害自己的丈夫 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披霜水 毫不犹豫地将披霜水全部的滴进杯子内 随后淡定自如地来到丈夫的面前 紧接着将咖啡递进丈夫的手中 然而让她意外的是 丈夫接过咖啡并没有一饮而尽 却意味深长地看着女人 女人此刻内心虽有些慌张 但还在急切地督促丈夫尽快喝下去 就是女人的举动 让丈夫对这杯咖啡有了怀疑 杀夫不成的丽莎 只能尽量将丈夫注意力 转移到腹中的孩子身上从而能多活几日 而被管家推下山崖的安娜 被警方发现时 现场已经被烧成一片废墟 安娜的记者朋友听闻急速地打来 记者朋友并不相信死去的是安娜 当警察将一条项链拿出来时 记者悲伤的模样证实了一切 很快安娜的葬礼在朋友和男友的注视下举行了 大家对安娜的离去无法释怀 一直想逃过卡尔 终究却落一个这样的下场 但大家不知的是 棺木内的女人并非安娜 此刻安娜被卡尔囚禁在自己的仓库内 更让人发誓的事情是 卡尔为安娜穿上了结婚当日的婚纱 用铁链锁在了木板上 当卡尔亲吻安娜的那一刻 好心的管家提醒她 夫人就快醒来让她谨言慎行 然而管家却忽略一件事情 安娜的回归正是丽莎悲惨结局的到来 就在这天的夜晚 卡尔一脸深情地告知丽莎为她请来一个人物 当管家进来 卡尔起身欢迎她时 丽莎意识到不对 她质问丈夫到底想干什么 卡尔便开门见山了 揭穿了眼前二人的私情 并且询问管家做自己孩子父亲是何感想 本想拿枪保命的管家 却在众人的枪之下妥了血 随着二人被揭发 卡尔将他们带到院内 并且挖了两个足够装下尸体的深坑 丽莎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她苦苦地恳求卡尔能放过自己和孩子 当她起身寻求卡尔原谅 却被冷血的丈夫一枪击中 身中枪伤的丽莎缓缓倒地晕了过去 丽莎倒地后卡尔便把矛头指向管家 管家也算是一条汉子 他并没有哀求卡尔 反而为他留下诅咒 管家话音刚落 卡尔便气愤地一枪杀了他 并且让手下将二人的尸体扔进坑内 随后卡尔举枪为二人送了刑 紧接着在月圆之夜 让院内众人列队欢迎新任夫人的到来 卡尔将昏迷不醒的安娜 抱回那个曾经属于彼此的婚房 将安娜放在床上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她 随后望着与安娜结婚式佩戴的戒指 当安娜醒来 卡尔激动的神情让人不含而立 浑然不知一切的安娜询问自己为何出现在此 卡尔也毫不隐瞒地告知 是自己派人将她从监狱救出来 并且日后会在这里度过美好的将来 当安娜下意识躲闪她时 卡尔一把拉住她 随后转身又离去 可到门口卡尔却回头撂下一句 卡尔的祝福让安娜痛苦万分 历经苦难的代价终究还是没逃出卡尔手心 未能让安娜重新爱上自己 卡尔递上百万的芒果 但安娜却不领她的情 并且以绝食来威胁卡尔不要接近自己 这直接激出卡尔的本性 甚至为了让安娜能给自己诞下一二半年 她请来医生为其检查身体 殊不知就是医生的到来 安娜的秘密也被揭晓